好的 那麼有人說 好小吃就是吃了美國牛 才不能打NBA 才能夠打NBA的 那真的是這樣子嗎 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問一下 陳其邁先生 我相信你應該是 持反對意見的 因為國民黨的任何政策 你都是持反對意見的 不 監督 監督 本席完全是站在監督的立場 有好的嗎 國民黨有提過好的東西 你們是覺得好的嗎 如果真的有好的 本席一定會是細心的推薦 一點都沒有 目前是沒有看到 都沒有 沒有看到 因為好事都被他們做去 我們要做好監督的角色 是 齊麥兄在這邊 跟所有的朋友講一下 這個美國牛 美國牛 馬政府一直在講這個議題 其實是在幹什麼 兩點非常不對的地方 本席口頭跟各位報告一下 第一件事 美國牛 一直講美國 牛 美國 牛 牛這個字 在內地是什麼意思 各位都曉得 就是很棒 很屌 很讚 美國牛 美國牛就是 美國很棒 美國很屌 美國很讚 這樣子不就是用內地的俚語 在稱讚美國根本這一件事件 所以我們又親中又親美 就很不好 對 他們就是用內地的俚語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美國在吹喇叭就對了 不是 他是在捧內地的 開馬屁吧 捧內地跟美國的軟蛋 應該是這個樣子講 是 第二點 馬英九這個跟扁就是一個陰謀論 為什麼呢 你知道嗎 馬英九講美國牛這件事 是他吃香心切 吃什麼香 他以前在美國念過書 我口頭跟各位報告一下 他在美國是吃美國牛 只要在美國念過書 就是美國人 是不是這個意思 他就吃過美國牛 他想念美國牛那個味道 平常如果沒有開放的時候 他必須不能到餐廳說 我要吃美國牛 因為他是一國之尊 就是說我們台灣 只要去美國旅遊過的 都是美國人是不是這個意思 也不能 那是韓國人的講法 他去了美國 搶美國的牛肉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用私人飛機 甚至動用Air Horse One 直接飛去美國 吃完一餐再回來 在台灣裝作沒事 所以他這次要全民背書 為他要開放美國牛 是為了滿足他一個人想要思相信切 想念美國牛肉牛排漢堡的味道 這個個人的食欲 他不是香港出生的嗎 但是他在美國念書 美國念書是有罪惡是嗎 他不是一種罪惡 但是你不可以 因為要滿足自己的口護之欲 然後要全民來買單 你要開放美國牛 你還是就做你的Air Horse One 跟你的老婆 跟你的女兒 一起去美國吃 吃完再回來 這樣就好了 謝謝大家 永遠都是反對的 不是反對 監督啦 我們來聽聽看灌籃高手的 有什麼高見好了 來 我們歡迎他們 你怕我仙道了吧 仙道了不起啊 仙道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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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仙道長 你們湘北籃球隊 沒有了劉川峰 遇到我們林南 應該沒轍了吧 仙道 你不要口說無憑喔 好啊 我們今天就來分出個勝負 沒錯 籃球員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要有招牌動作 才有招牌動作 觀眾就會記得你 像是這樣 來 有沒有看到 很有過帥啊 默契超好的有沒有 對啊 最後一個錯位 很棒的 你可以嗎 你會嗎 我還會加強版的呢 來 來 海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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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沒有 公投楊鐵人輸了吧 真的 沒有 這不厲害 他還有很多招牌動作都不會的 對 他不會的 他如果切入切入 然後閃過四個人突然間 灌籃灌籃走 而且 帥 而且我跟你講 你們做好再見三三球投進去 只剩下0.5秒投進去 YA 要去哪兒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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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沒有喔 他還跟他交流啊 只有兩招而已嗎 也還好嗎 不只是這樣子 男人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要碰撞 沒錯 看到沒有 碰到 如果你覺得後面撞 沒什麼意思 我們還可以正面來撞 看到沒有 誰說差一點 這小小有心結 完全沒有 有沒有看到 是這樣子的嗎 會不會嗎 你是男人嗎 正面的接觸 正面的力量 來啊 來啊 OK 等一下 看清楚 我們剛剛是正面 正面的判權 信任你的對手 有沒有 你的隊友 有沒有看到 正面的一個punch 可以嗎 正面可以嗎 可以喔 OK OK GO 來啊 正面 我是男人 我正面跟妹妹長一模一樣 確實是這個樣子 講得好 對 看得出來啊 不然我們也沒有台階下 也不好收的 好 如果你們會招牌動作也沒關係 最重要是要筋開要軟 協調性要好 沒錯 像我們共承良體 那是湘北隊的軟筋天 謝謝 天天都軟 同樣沒有印過的 等一下 這次算稱讚嗎 對 我是說筋的部分 沒有錯 筋的部分 很軟可以灌籃 對 原載性很好 對 沒錯 OK 我讓大家知道我筋有多了 你們先聊個天好 我先拉個筋好 好 為各位表演 展現一下 展現一下 為各位表演 曹天登將 你膝蓋有這麼軟Q嗎 你膝蓋有這麼軟Q嗎 你膝蓋有這麼軟Q 切入灌籃喔 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 好 風車良體啊 你也太爛了吧 剛剛跟導播蕊很久 而且這招安心亞也用過 你想看過真正的那個 膝蓋都Q嗎 來 什麼 什麼 直接 哇 這招寶咖咖也用過 那一次是寶咖咖跟安心亞一起表演的 這招寶嘛 哇 你們當然不要再吵了 其實打籃球呢 真正要靠的是實力 你們不要跟那些名嘴一樣 總是說得一口好籃球 而且呢 如果你沒有實力 你就別想要吃NBA 你們呢 只會靠吃東西 然後靠這些怪招來吸引大家注意 我跟你講 真的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你要非常扎實的訓練 才可以去NBA打球 才可以成為王牌的明星球員 這樣子了解了嗎 你們在那邊鬧 還不如去打球呢 謝謝大家 好 其實這個要筋骨柔軟呢 其實很簡單 平常沒事多喝點醋 這個筋骨柔軟也有好處 而且多喝點醋呢 也可以改變你的這個體質 降低你的三高了 我們進廣告 趕快回來 我們最後的這個結論交給年輕人 瑤瑤做個結論好了好不好 好啊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美國牛啊 我覺得好無聊 不想吃就不要吃啊 你可以吃雞啊 也可以吃豬啊 也可以吃羊啊 那如果說你不吃肉也沒有關係啊 也可以吃植物喔 像是花生啊 那講到花生啊 大家知道嗎 約翰醬的媽媽是誰嗎 醬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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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花生醬嘛 不對 是鴨 因為薑母鴨 等一下 花生醬也對啊 因為花生的醬啊 可是那花生醬 那花是什麼 可是大家記得要 記得要冬天的時候 趕快去吃薑母鴨 不行不行 等一下 為什麼 花不可以生醬 花不是醬 媽媽不是花 那花是醬的爸爸 花是花生 所以 所以真的很笑話啦 我還是覺得啊 我還是最後來分析一下 林書豪以後的戰績怎麼樣 因為我鐵口直斷嘛 外太空聊到內子公啊 對不對 現在後天 明天要打這個籃網 後天要打這個老鷹 然後大後天打熱火 那籃網打過一次一定會贏 老鷹啊 他不見得會贏 因為他是保育類動物 他可能不會吃老鷹 所以說他會吞下本季第二半 那至於熱火呢 熱火糟糕了 要學這個吞火啊 可能要適應好幾天 要適應他那個火焰的溫度啊 所以說靠林書豪 是打不贏的 只有一個人能打 誰呢 鍋子錢啊 因為他最近啊 住在醫院裡面啊 他適應火焰的溫度啊 適應得差不多啦 所以說他來打熱火啊 絕對是穩 穩穩勝算啊 所以說啊 尼克隊不僅要吸收林書豪 而且要請教鍋子錢啊 這個耐溫的溫度啊 多少度會二度燙傷 三度燙傷 問他最了解了 所以說尼克隊 好歹要找鍋子錢去當客座的教練 謝謝大家 謝謝 那照他這個意思外 我們乾脆就請太陽隊的耐溫 去殺一泡尿就好了 耐溫 熱火就已經消滅了 OK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明天見 拜拜 謝謝你